內容,大概不外乎就是這些範例,這幾個範例 那我們從那個,從最前面的,從第一個一直,今天是講,早上講完大概到這邊為止,底下是其他補充範例 那這邊的話,這學期我們所有的那個範例檔 那如果說當然你有一些遺漏的,或者是說忘了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其實最簡單的方法,當然你可以從雲端裡面 我們從第一個到第五個,前面01到05是所謂的函數,函數,各類的函數,如何轉換成VBA 當然裡面有一些,可能函數的一些進階的應用 那後面的話就是一些,就是綜合的範例,綜合範例 那裡面的話,如果說你今天當然要回頭去做複習的話 你可以連到我們的那個雲端這個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就有雲端,有範例檔,有雲端白板 那裡面當然,我放的流程大概就是01是函數練習 那函數練習就是前五個01到05的那個,結果的相關的畫面 裡面包含就是說,我可能會放,不外乎就是最後的畫面 你可以用畫面,或者是說如果你要看結果的話,你可以從程式碼裡面 記得從這邊找到index,或者是找到程式碼之類的 那你把它彈出,裡面的話就是我們所有之前做過的 這個包含就是說公式,像比如說我們有練習到REPT 如果你忘記的話,可以回頭看一下 另外的話,怎麼樣可以把那個手機的門號給做出來 結果,那這邊有一個用REPT加油的1N,另外還有用TES 還有就是說呢,利用什麼,利用其他像VBA,怎麼樣撰寫 但如果你忘記的話,也可以直接從這邊做參考 那裡面不外乎就是一個什麼,一個SUB SUB呢,對應到的,其實SUB就程序,就是副程式的意思 那對應到就是一個按鈕,也就是說你按下它,它全部幫你做完了 OK,第二個底下會有一個方便,這個方便指的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用什麼,互動式的,比如說你點擊插入那個函數的那個按鈕之後 它需要跳出一個叫做手機的一個函數 那大部分的那個,你的工作需求裡面 可能在isio裡面是沒有這個函數 但如果沒有這個函數怎麼辦,你要制定 那怎麼制定,其實答案都在這裡啦 其實你只要,因為很多同學都會問說 老師我工作裡面每天都會做什麼什麼事情 可是有沒有一個函數是完全符合我的工作需求 大部分都沒有,怎麼辦,制定吧 那制定的話,如果有那個函數你就會變得很簡單了 但是如果沒有,你可能要去做了很多公式 你要引用很多個函數,你才有辦法得到結果 那當然會很浪費時間 OK,那我們VPA的自動化手段 不外乎就是什麼,按個按鈕,一鍵完成 不外乎就是什麼,自己創造出一個制定函數 那至於哪一種方式比較能夠提高你的效率 你可以自己斟酌啦,那沒有標準答案啦 工作上面沒有說要怎麼樣才是對的 其實很多時候,真的很多東西都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我跟小朋友,小朋友問我說什麼什麼 我說你自己想想看 你自己想想看,答案就是在你的腦袋裡面 沒有標準答案 好像我這一次去大阪也是一樣 我根本,其實我很多地方沒去過 其實我去的,我發現我好像什麼地方都很熟了 我老婆說,奇怪你怎麼都知道 哪個出口的,其實手機APP上面都有啦 而且非常清楚耶,現在做的超好的 而且哪一些景點,什麼地方好玩 其實都有網路上都有那個部落客分享 而且非常清楚,你把它瞄一下看一下 重點在哪裡 去大概都是八九不離十 所以大法那邊地鐵我已經算 算是已經非常熟了 這個地區我已經大概 因為我去了大概兩次啦,這是第二次 第一次的話可能還在摸索 不過第二次已經都能夠非常熟悉 而且我不只去一個地方 我還跑到,神戶還跑兩天 還跑京都 然後呢,要跑那個奈良 然後呢,最後一天還跑到一個叫什麼 基面,就是在有一個瀑布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的瀑布 結果我走了大概三公里 走了一個多小時 看到的一個瀑布 其實跟台灣的小瀑布也差不多 不過感受不同 但也就是說很多東西 自己要想一些方式 那我們這邊有解決方案就是 不外乎按鈕,不外乎就制定函數 那這邊都有相關的答案 再來就是說有關制定表單的部分 那像上禮拜那個消貨單 其實各位也可以把消貨單 變成類似像這樣的表單 也就是說你到底